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延续了领克品牌的这么一个家族式的设计风格 那我觉得领克的这个品牌 尤其是车头这个标志性的分体式大灯组 这种设计手法 如果他说第二的话 我感觉说第一的肯定自己觉得没有底气 同时现在的领克纯电序列 在整个的造型方面 也是延续了之前的一些设计基础的 只不过我们现在的领克的logo 有了一些小的革新 和一些传统的燃油的产品 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的 那么就是这个是一个纯黑的 那么燃油的产品会有一点点 就是金属的层面在 那这个是区别 同时前产这块 采用的是一个纯黑的这么一个配色 设计的还是挺有这种运动冲击感的 那么这个也是领克品牌的一个品牌的特质 就是让你很有运动感 定位年轻人嘛 那来到车身侧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款车其实并不是非常大的一个产品 它的轴距只有2755毫米 但是你可以从侧面看到 它的侧面件条非常流畅 所以呢 这款车型它的风阻系数 作为一个SUV车型 它只有0.25 另外 它的整个前后轴的比例 也是做到了一个比较黄金的分割比例 0.618 那懂这个车身设计的 都知道这个里边的门道 是不是有多深 除此以外 这款车让我比较喜欢的一点 就是它的整个门把手 没有采用那种完全隐藏式 而采用这种半隐藏式的 很方便 类似于传统机械式的开门方式 让我操作起来就很简单 而且它是很有阻尼感的 很爽这个感觉 除此之外 来到后边 你可以看到 这款车身最大的特点 就是这个贯穿式的尾翼 上面竟然给你集成了尾灯 这个我觉得在领克的Z10上 就有类似的设计 只不过人家是一个机械的尾翼 但是这款车呢 它是把SUV和尾翼和尾灯 这三者结合在一起 营造出这种状态 我觉得真的很有那种 未来驾舱的感觉 来到车内呢 你会感受到 现在这个新一代的新能源汽车 其实设计的 我觉得大多数都有点大同小异 液晶屏 中控屏 然后这种中央通道 双层的这种中控台 我觉得很相似 那么领克做出什么不一样的呢 你可以跟着我的小细节往那看 首先 它的这一套方向盘的系统 这种异形的方向盘 加上平底的设计 双服式的设计 这些都是它的特点 然后你在其他的品牌上 很难找到一款 虽然有点异形 但是握起来让你不讨厌的 这么一种拼色方向盘 这是第一 同时第二点 哈曼卡顿的音响 我又用上了 我就必须让它有所体现 对不对 所以它就类似于这种 未来的设计 在这边做了一个这种智能标 那这个音响上面 刻了哈曼卡顿 同时你每一个喇叭 非常明显的喇叭 它都刻了哈曼卡顿 比如说门板内侧 比如说A柱内侧 等等这些地方 无处不在的 哈曼卡顿音响的logo 给你提供了非常高的 刑期价值 还有一点就是这款车 它的整个座椅 虽然采用了这种皮质的包裹 而且它内部采用这种 非常多的打孔设计 透气通风 同时也彰显出这款车 有一点点豪华感 另外就是整个头枕 这块也是采用了这一种 加号的设计 我觉得这种设计 是来自于理想 但是现在的车 大家都会这么运用 确实在你去驾驶的时候 会给你一个比较不错的乘坐 尤其长途驾驶的时候 会给你很好的享受 另外就是这款车型 它的车机系统 采用的是 Flyme Auto的这么一套系统 那么从它的操作流畅度来看 没有问题 而且从它的整个的 华仪属性来看 也是没有问题 操作流畅度很好 分辨率也挺高 功能也很全 那我觉得在车机属性这块 吉利集团在加入了 魅族的参与之后 车机真的是提升了一大劲 那来到后排呢 你会发现 我身高大概一米七 那这款车型 它的空间 肯定不是它的主打的优势 你看后排的空间 腿部空间 即便如此 还是有一个一拳 多一点点的距离 那头部呢 还好 因为它是有一个 内嵌式的这种 全景片幕存在的 我觉得你的透光率 等等这些 还是不错的 同时 这款车后排的座椅 和前排 保持的基本一致 设计相同的情况下 后排的座垫 相对来说 会更有支撑力一些 相对来说 要更硬一些 让你在乘坐的时候 会有一些舒适感 同时 那这款车型 前后排的空间 为什么差距 如此之大呢 因为这款车型 定位 就是一个年轻人的坐驾 那其实后排 相对来说 就是不被那么重视的 对吧 我觉得这个 也都可以理解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到车头 最后给大家 简单介绍一下 这款车的一个动力系统 那来介绍一下 这款车的 一套动力系统 那采用了SEA架构呢 让它这款车型 在整个的行驶上 稳定性上 是得到了保证的 同时 这款车型 后至后驱的电机呢 也可以让它 在驾驶的时候 会很有激情 在新的电动车时代 如果你是一个前驱的电机 其实真的会被 有点看不起的 有点 我觉得是有点 鄙视链在里边的 那你都电机了 为什么不后驱呢 后驱不是更爽吗 对吧 所以我们领克Z20 从来不会 踏入这样的误区啊 绝对是 消费者要什么 我们就造什么 那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啊 这款车型应该会在12月份啊 就完成一个整式的上市交付 那现在这个先想价 14.6万 我觉得 我觉得啊 这个到最终的上市的时候 那这款车型价格 还有希望再下探一点点 那如果是像我说的一样 它还会再便宜一点点的话 那我觉得还挺值的 同时这款车型 它的整个配置 三款配置啊 我现在看到的配置表 几乎是大差不差的 更多的是续航的区别 那最后呢 领克Z20 作为一款年轻人的SUV 空间并不大 造型很好看 而且动力非常足 续航中规中矩 而且充电速度非常快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 年轻人就完全可以入手了 达到了一个 我们心里的一个预期 同时你去近距离的 接触它之后 它还能给你更多的 情绪价值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